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啊 干什么呢 老相 我找一个人啊 找谁啊 王长旭是在这儿住吗 没这人 不在这儿 不会吧 他跟我说就住在这儿啊 你怎么回事啊 出来干干 你怎么回事啊 出来干干 你怎么回事啊 那下死的人呢 他们回事啊 咱们连经医者 他也不回事啊 要得太好 咱们儿都能回事啊 是 王长旭 他也不得了 一段大大大大大帆 不出来 他也不得了 小心点 慢点 来 来 躺下 凯然先生慢点 实在是不一样的 对不起 我们来晚了一步 让你受委屈了 你们别这么客气 是我该感谢你们 是你们把我救出来的 看几位的样子 我就已经知道 你们肯定是 五号特公主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另外 我还知道 这位美丽的小姐 叫高汉 对吧 你说得没错 他就是高汗 齐南正是我的老朋友 他给我看过 你们几位的照片 但高小姐 要比黑白照片上 好看多了 凯恩先生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我真不知道 但是 应该会跟齐南正有关 齐先生呢 他在哪儿 他怎么样了 他让日本人给抓了 不过留下暗号 让我们来找你 不 对了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 他跟我说过 如果他出意外 让我转告你们一句话 转告什么话 我在海州会馆 看来那批乌精有下落了 肯定和海州会馆有关系 不过 那个天书是什么意思 天书应该是一本佛经 海州会馆是齐南征家的老宅 宅子里有一个佛堂 供着一部佛经 小的时候 我们看不懂上面的梵文 就管他叫天书 好了 我们都知道了 凯恩先生 你好好休息一下 有事可以叫我们 走吧 来 躺下好好休息吧 看来我们得去趟海州了 那批乌精肯定跟那本佛经有关系 高寒 你是怎么考虑的 博士说得对 我们马上去海州 马上也太急了吧 虽然博士说得有道理 可酒井也在找这批乌精 如果这批乌精 真在海州的话 他也一定会找到线索 赶去海州的 那我们更该马上动身 南征在他手里 是 可海州是敌战区 情况非常复杂 你明白吗 所以咱们现在不能太着急 需要好好考虑考虑 你认为呢 这批乌精肯定跟那批乌精肯定跟那批乌精肯定 我看你 我看你根本就是没打算要去 我 我并没有说不去 我只是觉得没把握 我们现在不是商量的吗 你是没把握呢 还是根本就不想去海州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没想到 你和其他男人一样小肚鸡肠 你不去我自己去 高涵 高涵 我见 甭理他 我就看不过他那样 就跟谁欠了他似的 请 请 旧警察所 现在凯恩被劫走了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按原计划进行 一切等我们到了海州再说 那万一五号特公主也到了海州呢 放心 海州是我们的地盘 如果他们赶来 一定是有来无回 不过 现在对我们来说 找到那批乌金 比消灭无耗更重要 我们能找到那批乌金吗 在海州 有一位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 他是黑龙会的元老级人物 在海州经营了多年 对那儿非常熟悉 而且说起来还真巧 他现在就住在海州会馆 我想在他的帮助下 我们一定能找到那批乌金 在齐南征留下的暗语中 好像还说到什么天书 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 天书的意思 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 欧阳 这是面对的 这是沿岸最新之事 吴军的事情我们必须帮忙 这是民族大义啊 所以你必须想办法说服马云飞他们 一定要帮助他们找到吴军 我这就去给他们打电话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帮忙 好的 我等你消息 好 高寒 无论怎样 你一定要说服马云飞 务必要帮助他们找到这批乌金 这是民族大义 大姐 你放心吧 就算他们不去 我也会去的 高涵 我能进来吗 我进来了 欧阳大姐来电话 告诉我这件事一定要帮忙 所以我去海州了 无论怎样 我一定要找到这批无金 把秦南正救出来 高涵去海州了 什么 去海州了 来 这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呢 老虞 你当我们什么人了 什么无组织无纪律 我们是你手下 我们是自由的爱国的民间人士 知道吗 行了行了 别吵了 欧阳来电话告诉我们 一定要找到无金 你还要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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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儿就不要再犹豫了 从现在起 我们要同心协力找到无金 直播 我们马上动身去海州 我们要从大批地 说 我把大批地钻入院 从那儿 把中国ovan的布 圣市 把芳蝎蝎蝎蝎抹 藤原伯父 伯父 好久不见 您身体可好 老夫一切都好 多谢小姐的关心 伯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 九景小姐突然光临海州 有何贵干 我知道您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董 所以就特意找了一些给您送过来 还希望藤原伯父您能够喜欢 司郎 在 跟我来 放下 伯父 除了这些古董 我还有一件大礼要送给您 还有大礼 这一定是您喜欢的 哎 你就别卖关子了 到底是什么宝贝 快让老夫开开眼 打开 是 好 好 拉他起来 你 伯父 这个人 就是我送给您的大礼 好 好 好 拿着 这个小姐 你应该把我们的宝贝 那种乌金 对 当然听说过 现在是战争时期 各国都把它列为战略物资 管控得很严 也是帝国急需的物资 如果我说 有人送给您两吨 纯度为95%的乌金 这是不是一份大礼呢 究竟小姐别开玩笑了 什么大礼不大礼的 还不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箱子里那个人 知道乌金在哪 而且很可能就在海州 伯父 如果您能帮我找到乌金 我相信军部 一定会对您大大嘉奖 这样藤原家就更荣耀了 当真 如果不是这样的好事 我怎么敢麻烦伯父您呢 果真如此 那就真算是一份大礼了 好了 这件事以后再谈吧 究竟小姐一路安马劳顿 我让人在后院给你准备了房间 早点休息吧 谢谢藤原伯父 告辞 等一等究竟小姐 究竟小姐 你知道我一向不大喜欢和军方打交道 这次你带了这么多人 希望他们尽量不要到前院来 打扰我的平静 拜托了 我明白了伯父 告辞 走 秋山 刚才九井小姐说的事你怎么看 依秋山之间哪 这个九井可真没那么好心 找到吴京这么大的功劳 他肯让给我们 这个事啊主人得小心点 主人 我看找个借口推掉算了 我看找个借口推掉算了 别中了这个九井的圈套 白马活一场 如果这里真的藏有乌金 凭我在海州经营这么多年 他想独吞 也没那么容易 我看我们不如撇开那个九井 凭自己的力量找到这批乌金 那功劳 可就是主人您独享了 这笔生意 可作 究竟少佐 我们大老远追到这儿 您真的打算把功劳让给他 可是单凭我们这几个人 想找出乌金不太容易 您的意思是利用藤原 藤原这个老家伙 在海州经营了这么多年 要办什么事比我们稳妥得多 只可惜他是黑龙会的 不听我们军部的调遣 如果不给他点好处 他怎么可能帮我们呢 可是万一藤原找到了乌金 那功劳不就成他一个人的了吗 没那么容易 如果他真的先找到了乌金 我就不会再客气了 直接把乌金抢回来 到时候他有什么不满 让他直接找军部说去 少佐高明 好 赵1公里 屹下ью 10月薰 2iform 1种 ��� começa 2分 3分 3分 2分 2分 3分 4分 5分 4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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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还是先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现在想回去也不容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马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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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快点 走 快点 博士 博士快来帮忙 怎么了 博士快 云飞 怎么了怎么了 马云飞受伤了 看 这是中毒啊 那怎么办 快去倒热水 他的伤口已经发黑了 博士你得赶紧想办法 这必须得有解药才成 直播 这深更半夜的哪找解药去啊 那也得想办法先把毒给吸出来 看来这事只有我来了 马云飞 来 忍着点 你干什么 把毒吸出来 我 我受不了这个 你想死 算了 把刀给我拿出来 快去吧 马云飞 给 行行啊云飞 快点 直播 拿点纱布来 好 忍着点 行了 把血给我挤出来 快点 劲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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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没事 死不了 我看看 只有解药 快扶上 不用解药 我自己已经治好了 师伯 给我 马云飞 何欠 你这么大人怎么跟个小孩似的 说了不用你我死不了 没事了 别进去了 伤口很深啊 高寒也来了解药也有了 肯定没事 我看看 不用你 没你我死不了 你不是想知道 秦南正在墙上给我留的密码 最后一句 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啊 我爱你 说呀什么意思啊 哎呦 我爱你 啊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 你别动啊 哎 什么 你跟那秦南正 到底什么关系啊 哎呦 说呀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小的时候 我们两家就订了婚约 他对我一直挺好的 可是 我一直把他当哥哥 现在我的心里 就只有一个人 你 我应该怎么做 是什么 啊 我一直把他当哥哥 都在买上 我刚才是 我没想到 你 我找你 你 我一直在买上 我一直在买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了 你也给我小心点 我也知道了 主人 刚才那两个人来路不明 而且身手不错 您看要不要把那些古董都先放进仓库 那可是要献给天皇的礼物啊 我看不必吧 有你们三个在 我就不信那个毛贼能偷走我藤原的宝贝 是 主人 押神 好 主人 从现在起加强警戒 把原来每十分钟巡逻一次 改为五分钟一次 是 秋山 在 扶我回房休息吧 是 今天来的这些人恐怕有其他的目的 要不晚上我来保护你 不必了 有秋山就可以了 你还是守在前院吧 主人 别说了 就照我说的做吧 你也不是他 在变更大层啊 就变更大层啊 有秋山 就变更大层啊 要赵 music 古曲 主人都这把年纪了 足可以做秋山的父亲 秋山可是你心爱的女人啊 你就一点男子汉的骨气都没有啊 如果 再让我听到这种对主人不敬的话 我会杀了你 是 你心里想的 我很清楚 但是作为一名武士 你要学会忍耐 夜深了 别着凉 你应该离开这里 也许那样你心里会好受一些 我心爱的女人在这 我哪也不回去 我要留在这 保护我心爱的女人 你心爱的女人已经死了 她不再需要你的保护 你走吧 跟我一起走吧 当年藤原先生是为了救我 才断了一条腿 我在神前发过誓 要留下来照顾他一辈子 我是永远都不会离开 藤原先生的 好 秋山 既然你这么想 那我就留下来 跟你一起 照顾主人一辈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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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醒了 怎么样 还疼吗 不疼 你醒了 怎么不叫醒我呀 我看你睡得正香 不忍心把你给叫醒了 慢点 马云飞 怎么样 好点了 好多了 粥已经给你买好了 去吃吧 别说我还真饿了 岳飞啊 吃点吧 还热着呢 来 快吃 我这胳膊受伤了 你不会让我自己吃吧 你怎么不能吃啊 你那只胳膊不是好好的吗 不是 我这胳膊受伤以后啊 不知道怎么着 这胳膊也不太好使了 马云飞 你不会是想让我高寒妹妹喂你吃吧 那怎么了 这 这 这 喂病人吃饭这是很正常的呀 对不对 真够漂亮的 你 高寒 岳飞怎么说呢 也是英勇富商 将就他一回 就是 行 来 把椅子搬过来 来 坐 这是病号 我们都得伺候着 高寒 高寒妹妹 要说马云飞这次也真够没出息了 居然中了一个东阳女人的招 没完了是不是 对了 一说东阳女人我想起来了 昨天我在海州会馆看到了酒井 什么 酒井也在海州会馆 没错 我比你们先到一步 我亲眼看见酒井进了海州会馆 而且 秦南征也带来了 好像就关在会馆的后院 没想到啊 他这么快就到了 你们怎么也来了 云飞哪能放心你一个人出来 就是 所以把我们当成垫辈的 这不都给拉了 臊欠你们一回 现在酒井和藤原这个地头蛇混在一起 咱们就更不好对付了 我调查了一下 这个藤原是日本黑龙会的会员 而且级别很高 在海州盘踞了多年 现在他跟酒井勾结在一起 会对我们以后的行动造成大麻烦 那倒也不一定啊 为什么啊 这个黑龙会啊 和日本军方一直是有矛盾的 在很多事情上 他们之间一直是互相拆台 只要他们之间有矛盾 那我们就有机会 那你的意思是说 欲望相争 渔翁得利啊 对啊 可是咱们怎么拿到佛经啊 酒井现在住在海州会馆 你们别忘了 他可是认识咱们的 酒井啊 是秘密来到海州的 一般不会轻易露面 所以我们想要碰上他也不那么容易 虽然腾原这个老狐狸 不好对付 但我们一定要进入海州会馆 才能拿到齐南征所说的那本天书 也就是佛经 所以我们还必须要 会会这个腾原 腾原那么狡猾 咱们怎么才能从他手上拿到佛经啊 利用他的弱点 弱点 没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 只要我们抓住 就一定能打败他 腾原也不例外 那腾原的弱点是什么 他酷爱孤独 孤独 如果我能在中国找到那半只虎符 我此生的愿望就算完成了 到时候 我能在中国找到那半只虎符 我就可以回到日本 安度晚年了 秋山 你也可以和四郎晚婚了 什么 主人 您不要秋山了 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你总不能在我身边陪一辈子 不 主人 秋山当年的命是主人救的 秋山在神的面前发过誓 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主人的 傻孩子 你回报我的已经够多了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 这个腾原他是一个古董痴 尤其喜欢古玉 所以啊 我们就来个投其所好 以玉会赢 唉 这人生地不熟了 时间又紧 我到哪给你们弄玉去啊 哼哼哼 就用这个 啊 用这个 好 请 看茶 久闻藤原先生 对古玩玉器颇有研究 肖某早就想前来向先生讨教一样 可一直没有机会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肖先生太客气了 我只不过是随便玩玩而已 至于那些虚名 我藤原半葬 实在是担当不起 先生此次到访 不知有何见教 听说先生能辨天下之物 肖某手里正好有件宝贝 想请先生给掌一眼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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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弄我家主人 慢 看起来 萧先生 是想考考我的眼泪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不过是一颗普通的鹅卵石而已 不是在金鱼池 就是在花盆里 随便借来的 看起来 萧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人 敢拿一颗大街上 俯视街市的普通石头来见我 他是另有原因 藤原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投石问路 不知先生听说过没有 我还知道中国有句俗话 叫做没有金刚钻 不懒瓷气活 不知道萧先生 问的是哪条路 萧某不才靠一双卓眼 在古董街混迹多年 金兰天下无数真假 这倒巧了 老朽 别无所爱 就是喜欢 收集天下所有的宝贝 萧某想见识见识 萧某想见识见识 好 主人 上香的时间到了 好 萧先生 佛家讲究缘分 不妨随老朽 到佛堂一拜 来 先生真是巧了 萧某也是三宝弟子 离佛本是分内之事 既然先生诚意相邀 萧某自当客随主便 请 请 萧先生请 员 我一把眼色在脸上 为我做掩藏 飓扬过海 我悄悄上路 消失在迷幻的阳场 这一片蜜蜜蜜在身上 化作蜜彩妆 点亮之前 我拼住呼吸 白负在敌人的心脏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定别是来不及儿女情长 让那万家灯火的暗香 转告你此心的真相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露出笑容为我装燃亮 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 悄悄地打住背后一枪 我一把颜色在脸上 为我做掩藏 飘扬过海 我悄悄上路 消失在迷幻的阳场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定别是来不及儿女情长 让那万家灯火的暗香 转告你此心的真相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露出笑容为我装燃亮 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 悄悄地天快梦梦梦亮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定别是来不及儿女情长 让那万家灯火的暗香 张耀你此心的真相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露出笑容为我装燃亮 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 悄悄地天快梦梦亮 一定线上阳光 就要唤醒梦想